有时候看我们的历史啊 觉得我们跟古人相隔特别远 其实我老觉得我们跟古人相隔不远 我们原来我在那个十几年前 讲百家讲坛说我讲过 我讲过历史有多远 或者说历史有多长 我说其实没多长 就像我这样的人 两个人首尾一接就进入清朝了 五个人就看见乾隆了 对吧 十七个人就到了宋朝了 所以他没有多长 正因为我们有汉字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古人相隔并不远 汉字呢一字一意 我们刚才说了 它乃至多艺 它使用的时候就一个意思 但是它实际上有很多个意思 它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传达的 一个丰富和方便 中国汉字表达非常丰富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实际上都是信息传递的一个结果 世界范围内就影响人类 文明竞城有一百个人中 我看过那个表上有东汉的蔡伦 它为什么有蔡伦呢 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张 埃及很早有一种纸叫缩草纸 缩草纸 但是它很粗糙 它没有经过我们现代的造纸工艺 它直接使用 比如我们东北过去 临海雪原有画树皮 拿画树一波一类也能写字 那就天生的纸 那蔡伦发明的纸呢 是经过一个现代化的造纸工艺 就是把它捣乱了 粉碎了 重新做成纸 用来写字 它因为这个纸的发明 主要是浓缩了信息 在纸以前我们写的写字 要么就写在 这个竹简上 目读上 要么写在兽皮上 再往前直接写骨头上 那容量是有限的 那纸张以后 我随便一张纸上容纳的字 你要写在竹简上 就这么大一捆 它浓缩信息 使它载入 这个一百个影响 人类文明进程的人之一 那么 我们有很多成语 大家都比较熟的成语 比如说这人 学富武车 说他这个 知识 汗牛冲动 汗牛冲动 学富武车 都说一个人知识量很大 那是基于你过去的 这个竹简和目读 您今天还别说学富武车 您那学富 你顶不上一U盘 你更顶不上这个云存储 我们今天的什么 都知道我们用的U盘 软盘 过去就网盘 这个光盘 软盘 硬盘 那是各种记录的东西 你今天随便拿一个东西 一辈子都记不住这么多东西 对吧 那么以后 科技发达了 据说这个事马上就能成为现实 那我就不知道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学习 把你脑子里搁进一芯片 这芯片有存储量很大 能跟你的各种神经都接上 然后你今儿想学什么 都不用学 你想英用什么 您就去买去 说我今儿上英国去 买一伦敦音的英语 花八块钱 蹭你这一下飞机满嘴的 纯正的伦敦音 然后过两天 你说我这个 去美国 还是说英语 但是我觉得我说这英语 不能融入社会 我改美音 你说你再给我两块钱 我就给你改过来 光当 你一下 一到纽约 下来全是美国土化 对吧 然后你说我这个 准备上泰国 度度假 花几块钱 你这一下飞机就是 撒拉迪嘎 你就全会了 你这语言随便切换 根本用不着去学 那你说我这 我不出国 我在家待着 说你今儿 想跟一大师 谈谈佛教 花点钱 你满脑子里佛教 这知识都知道了 然后你碰到了 什么诗歌大赛的冠军 你想跟他聊聊唐诗 他能背几首啊 他用脑子背 我现在知道的 据说他冠军 中国那个诗歌大会 那冠军 他跟我说 他能背三千多首唐诗 你知道唐诗有近五万首 我这脑子里 隔一芯片 我只要花十块钱 我这五万首全能背 你背得过我吗 你背不过我 所以当科技 全部能够容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中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 但是无论它浓缩什么 它一定是我们这汉字 汉字呢 尤其古汉字 古汉语 它能将复杂的事物 表达的极为简洁 比如 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 为山久任 功亏一篑 出自尚书 那么高的山 就是我们堆土的时候 就差这一框土 这个说的道理 非常简洁 非常深厚 比如有这样的话 出自老子 他说 有无相生 难以相成 那表达的多么负哲理 你想有无是相生的 难以是互相相成的 这老子说的 那还有就是 比如我们的诗经 比如我们的诗经中 表达的多么优美呢 说 投我以逃 报之以礼 表达的优美 一个境界 再有 这样的话 比如 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我们都知道 见这个好事 我们就 向人的方向靠拢 我们有了错误 就闻过则改 出自周易 那表达的极为通达 你一个人有这种 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那这个人是个 非常通达的人 你看我们 官复博物馆 当年我取官复 这两个字 就是出自 《老子道德经》的 第十六章 叫万物并坐 无以官复 打个字 万物 所有的生物 动物 事物 都在之列 一块成长 我 上仓的角度 看着你 循环往复 轮回 你想想 他把个字 表达的内容 多么丰厚 而这只是 其中一节 所以我们的汉字 就有极强的 生命力和优势 我们过去 认知不够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子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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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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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两顿还不错 吃三顿你就想中国饭了 所以我们今天想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庞大 门类也非常的多 但它源于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就是我们的汉字 是吧 那我们今天翻过头去看汉字形成的一个脉络 经过几代学者的一个努力呢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大概了 大概了 我们的汉字最初它并不是软笔 它是硬笔 比如甲骨文它是硬笔 后来经过软笔的发扬光大 就逐渐的完善 它成为古代文人的必备记忆 其实它都不算古代文人 你像鲁迅那一代人还都是毛笔字呢 你看鲁迅的手稿都是毛笔字 对不对 我小时候见到的很多高山洋指的这些老作家们 都是写毛笔字的 只不过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它开始写这个鲜笔字 钢笔字 圆珠笔字 真的是不如古人 那我们的毛笔是研习了至少 就是有文字以来的三千年 两三千年都是在用毛笔在写字 所以毛笔的这个特性呢 让汉字在轻重缓急中呢 摇曳生姿 所以有一个东西叫书法 是吧 它在这种点横撇纳中 保持了它每一个字的一个尊严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中国的绘画 它不是单独的叫绘画 它往往叫书画 为什么叫书画呢 书在前 画在后 所以很多画家 都说自己的字写得比画好 就这个原因 那七白十就这么说嘛 对吧 不幸的是呢 就是这一半年来 我们基本上是把毛笔给扔了 毛笔今天呢 算一个技艺啊 很多人 当然也不能算彻底扔了 我们还是有大量的人在写这个书法啊 但是它不是作为沟通的工具了 我们沟通呢 现在连硬笔都丢了 基本上是靠键盘 比如我们的毛笔字啊 毛笔字大家都知道 那毛笔字一定告诉你个事儿叫永字八法 写个永远的永啊 永字八法 它是一个书写的一个基础 其实你可以看到汉字啊 不管它少则一两画 还是多则三十画 它都可以写得非常的美丽 少笔画的字能写得非常的饱满 多笔画的字能写得非常的紧凑 让你看起来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合适 我们一般说啊 这个汉字四法真草历传 所以让所有的书法家写得美不胜收 让我们所有人在汉字的书法面前 永远是顶礼膜拜的 不管你是不是书法家 所以汉字的这个形式啊 它这种方块字的形式 不管它是写在田字格 还是写在米字格 还是写在九宫格里 它这种方块字特别体现 中国人的处世的一种性格 中规中矩 我们老说中国人中规中矩 你看那个写字的这个打这个格 它就是中规中矩 是吧 它有对称性 很多字是可以折叠起来重合的 就很多字都是这样 左右对称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人呢 对我们自己常用的汉字的了解 基本上都限于一种表象 主要是我们远离啊 我们祖先造字的意图太远了 我们只在乎呢 用它而不去深究 我有时候去深究一些汉字啊 汉字所包含的深奥的内容呢 它其实非文字学家呢 就是你不是文字学家 你很难去掌握啊 这个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都掌握 但是就是我们大多数人 不管是有一间 还是无意间使用的这些汉字 会伴随你一生 让你一生快乐 比如啊 今天天太冷 那屋里也冷 你能穿多少穿多少 到夏天的时候说 这屋里太热了 你能穿多少穿多少 这话就是汉字的奥妙 和汉字的乐趣 汉字啊 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因 它造就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博大精神 为我们幸运地留下了仙者们的典籍 没有字就没有典籍 我们有公众熟知的唐诗诵词 我们也有一般人不熟的经识字籍 让我们今天能有机会聆听仙者的教诲 我们读孔子 老子 孟子 墨子 读很多先贤的著作 我们还能同时接受和受益的 仙者的灿烂如太阳一般的思想 我们所以看到自己非常的渺小 所以我们才应该敬畏 因为处立在我们面前的封碑 这座汉字的封碑是如此的神圣 先看文物 这是一个金银平托的一个大捧盒 这捧盒是乾隆公平的 为什么把这东西拿出来呢 是因为上面有字啊 这字是转字 这转字 哎呦 这东西 这金的都有点翘 这字 华翔献锐 转着写的 这上面黑色的啊 是银子 银子氧化 金色的就是金子 它不氧化 这是漆气 古形捧合 里头光亮如新 船盘 九个盘子 船盘 过去啊 有一种说法叫真赛甲 你看这东西 你怎么能想象它有250年了 看看 里头捧合 过去最有钱的人 家里就有捧盒 哎呀 我看了这盒子 我买这盒子的时候 大概不到40岁 现在我都66了 日子过得太快啊 我老说 人亡物宰 这捧合 这捧合250年至少在它面前走了十代人 十代人 这是一个漆气 这漆气呢 颜色很 很沉的 当年比现在要华丽 因为当年呢 它没有氧化 它这边还有金色的漆 它上面这些凸出来的花卉啊 都是纯金的 和纯银的 只不过这个纯银一氧化就变得黑了 黑了就不好看 这上面呢 是佛家八宝 轮罗散盖 花冠鱼长 轮罗散盖 花冠鱼长 是这个佛家八宝 这样一个漆盒呢 平时也是搁在盒子里 我也看不见 要不是做节目 我也很少看见 现在拿出来呢 也是老有重逢 大家可以欣赏 也过年了嘛 拿一大捧盒 过去这捧盒里全是搁 各种好吃的东西 今天人吃得太好 什么好吃的也不觉得好吃 过去的人吃的不行 吃什么都好吃 磕点瓜子都香的不行 中间肯定是搁花生米 花生米是我小时候的挚爱 因为它里头有油